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10日 发表了所谓的双十讲话 与去年的柔性诉求不同 今年的讲话彻底撕掉了善意的面纱 颇有些恶狠狠放手一搏的味道 在去年的讲话中 蔡英文的文稿第一部分是内政 第三部分是国际 在中间穿插了两岸关系 而今年一开始蔡英文就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大陆 指责中国大陆单方面的文公武下和外交打压 不但伤害了两岸关系 更严重挑战了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沿着这个思路 蔡英文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所谓的国家安全 第一 亲美连日拉欧 蔡英文在讲话中向美国 日本和欧盟大献殷勤 强调台湾与西方世界共享民主价值 是天然的战略盟友 迫不及待要搭上西方反华势力的战车 第二 大力提升战力 有了国际国造和国建国造 蔡当局未来扩充军备有了好理由 第三 防渗透报平安 在防渗透的名义之下 绿色恐怖的大幕正在落下 第四 拉拢恐吓台商 假借全球经贸秩序重建 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冲击 尽量把台商拉回台湾拉离大陆 应该说 蔡英文上台以来 对于两岸关系的内心世界 自此算是图穷比见了 之前种种的握心尝胆 种种的太极推手 其实都在掩盖对大陆的仇恨 如今借着美国对华贸易战的东风 蔡英文终于大胆地亮出了自己身份 在两岸关系上最典型的赌徒 就是对蔡英文有之欲之恩的陈水扁 陈水扁执政那八年 吕吕以一种赌徒的心态 将两岸关系引向战争的边缘 其实陈水扁心里很清楚 台独是个不可能实现的梦 他之所以把2300万台湾人民绑上台独的战车 以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和台海和平稳定作为赌注 为的只是自己权力巩固的一己之私 但蔡英文似乎与陈水扁有些不同 如果说陈水扁只是把台独当工具 蔡英文则是把台独当信仰 在赌桌上蔡英文没有陈水扁的大胆疯狂 但却更加狡猾投机 更精于算计 从蔡英文上任后的三次所谓双十讲话来看 前两次都是极力隐士 生怕被大陆看破手脚 而如今他终于等到国际上风波骤起 压抑已久的赌性蠢蠢欲动 觉得可以放手一搏 甚至来一把梭哈 一次见输赢 问题是 蔡英文赌得起吗 你有什么筹码可以和完全不等量的大陆叫嚣 作为一名政治赌徒 陈水扁的结局就在眼前 赌徒一旦红了眼 便丧失利性 更听不见别人的劝说 我们不妨走着看看 蔡英文的这场赌局 会是怎样的一个收场 台湾民众也不会愿意跟着一个汉奸政权 一路走到黑 无路可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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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路易所